在CCD中创建一个物体呢,是非常方便快捷的 右边的这些图标,那么这里没有显示权 我们鼠标放在空白的地方,单击不放,向左偷动,变成一个抓手 我们把右边的图标全部显示完整,注意这些图标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会发现右下角的会有一些黑色的三角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单击不放,那么会弹出一个紫菜单 在这些菜单中呢,我们看到了之前没有看到的许多的漂亮的图标 那么我们选择哪一个形状创建出来的就是什么形状的对象 我们这里创建一个立方体,选择它们的轴向,对它们进行移动 那么这里呢,我们会发现有三个颜色,与我们世界坐标的颜色相等 那么这是物体的坐标轴,与我们世界的坐标轴 那么同样,它们的颜色是一样的RGB,分别对应的是XYZ 也就是说X轴红色,Y轴绿色,Z轴蓝色 那么这样呢,我们会很方便的分辨出它们的轴向 到我们转来转去的之后,我们不用去看这里的XYZ的方向 我们可以直接从坐标轴的颜色呢,观察出X轴和Y轴 并调整我们对应的视图到合适的角度 我们经常会在编辑窗口中对物体的对象进行选择 我们会使用到实时选择工具 我们继续带你空白的地方变成一个抓手,显示左边的图标 那么这里呢,会有一个这样的图标 一个圆圈,里面一个箭头,它呢就是实时选择工具 那么我们把鼠标放在这里,会看到厦门呢 已经弹出来一个这样的提示,实时选择工具 那么在页面的左下角,也会显示一个实时选择工具 这就是它的名字,当我们选择它之后呢 我们同样可以对它进行选择移动 选择移动呢,不经常使用这一个工具 因为这个工具呢,我们使用选择的是子集 在后面的用选中呢,会有详细的讲解 通常我们选择的时候呢,会选择对象管理器中来选择对象 那么这里呢,会比较精准 我们可以打开一个功能,在任意一个实图中 规律器,打开它,有一个轴向参考带 我们可以构选上它,或者说呢,我们直接点击全部 单击完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这里呢 会多了三条灰色的带子 是轴向参考带,定义一个平面 平面就是由两个轴向来定义的 那么这个平面由Z轴,X轴 来定义我们这个顶翅图来所看到的这个平面 那么这里为了观察方便,按键盘上的F5键切换到40图 或者呢,鼠标中键单击 我们同样选择这里的平面移动它 那么在这些试图中,我们可以发现 仅有X轴和Z轴方向的位移 并没有Y轴方向的变化 同样我们选择Y轴和Z轴方向呢 就没有X轴方向的变化 我们按F1键切换到特视图 空白的地方呢,单击就会取消选择 我们就可以直接单击物体对它进行选择 还有一个移动工具 快捷键,意见 在左下角也可以看到它们的说明 我们选择移动工具 发现没有什么变化 仅有呢,属性的窗口呢,有一点变化 我们选择选择工具 移动工具 变化呢,仅有属性窗口 然后呢,我们同样对它进行移动 Y轴 X轴 似乎选择工具与移动工具是一样的 其实呢,这里我们选择移动工具之后 单击空白的地方 我们同样也可以移动这个对象 但我们选择选择工具时 实时选择工具时,我们单击空白的地方 那么它会取消选择 这就是两个按钮的不同的地方 根据情况选择最佳的方式 就是最合适的一个操作效率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缩放工具 我们关闭这个场景 首先创建一个Country加W键 否 我们